這個機關 所以每一個來參觀的人都可以來試試看這個水龜 他們也沒辦法互動 其實只是體驗它在水上的感覺 因為這個越南水龜它的表演形式是比較簡單 大家其實都可以發現到 它沒有辦法做太多細膩的動作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它是搭配這個樂師的曲目 因為水的關係其實不重 不重 對它有浮力 你那隻手不能夠穿嗎 你這個剛好有浮力的水 其實很輕人 他們會在浮裡或者是水 就是外面浮裡 就像照片這個樣子 那當然晚上的時候他們會做得比較漂亮 有打燈光有燈籠有這樣子的方式 那他們會在補充的節緣 平常會 平常就是休息不用做重點的時候 通常在傳統的這個剛剛有講過是演給神秘嘛 所以說傳統的這個呢 通常都在過年或是他們重要節慶的時候 那現在在當地剛剛有說過 因為它已經變得很觀光的 所以說這樣子的演出呢 在平時你都看得到 如果你有機會去越南的話 但是這個手動的話 在水裡面它就會動啦 剛才有浮力的 水裡面的話不用拉繩子它也可以 會上下 我不用繩子它可以 就這搖來晃去啊 對 他們那個人像有什麼特別的 大部分都跟他們的生活有關 那有幾個是像是仙女的角色 那像這個呢 他非常的特別 他通常就是 作為一個這個秀開幕主持人的一個角色 他的名字很特別 他就是劉 對 他的樣子就是通常這個樣子 主持開場 對 主持這個戲開場的那個角色 好 那如果 這邊導覽結束之後 我們要往三樓移動 我們要看一個 不開心的表演 對不對